赖先生的这家化妆品专营店开了差不多十年 一个月的营业额30万左右 他说之前客服都是外包出去的 去年小多科技的业务员找上了门 去年七月份赖先生花了两万四千块钱 引进了小多机器人客服 为此还专门雇了两名人工客服来配合这套系统 可使用下来给赖先生的感觉并不好 因为很多软件有很多信息配好之后 它是机器人直接恢复的 所以发现反正那段时间下来 就是对C影影响比较大 机器人会死 就是机器人的东西是配置好是死的 人工的话它可以灵活应变 所有机器人回答的问题都是你们提前设定好的 对对对 那如果说顾客没问到 这个你们设定好的这个问题呢 他就回答不了 他就回答不了 他就要人去回 所以这两个客服就是为了干这个事 对对对 赖先生说淘宝后台会有很多数据统计 其中一个就是寻单转化率 也就是通过客服咨询到最后成交的百分比 这个集是东北的外包客服 那它的寻单转化率是34% 其实这个做得也不好 那用了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我们自己的客服 当时转化率只有17.9% 那就是说这两数据同样是100个人秩序 订单就少了一半 这效果就会很差 您这个外包团队的成本是多少 外包团队3500一个月 3500一个月 对 具体它那边操作我不知道 反正我所有的节假日 包括北半晚班我不用管 那您现在这个机器人这个客服是多少钱 现在是 买了多少钱 24000当时买了 那你招了两个客服多少钱 大概8000左右吧 那已经成本不是高了吗 对啊 所以说我就是把这个事情给叫停了嘛 机器人客服用了一个月 赖先生就换回了人工客服 之后赖先生想和小多科技的业务员协商退费 可一直没有谈成 按照赖先生给的地址 记者找到了杭州西湖区 冠院双子座五楼的小多科技 可公司似乎已经搬走了 记者通过电话 联系上了当时的业务员齐先生 我们这段话沟通呢 那个晚些时间我会联系他的 你们是不是在那个 冠院双子座五零一杠五零转 嗯不是不是 我现在的话正在忙 然后的话 我晚些时间会和他联系的 好吧 先这样啊 拜拜 不是 齐先生挂断了电话 后来赖先生反馈 说是齐先生给他打了电话 会继续沟通协商 188红金燕记者报道